大家好,吃完饭很晚了 我会用广东话来说,大家会听得比较轻松 我介绍自己,Kinfi, Autodesk, Telecom Manager, M&E 现在很多都是 cross-over 了一些技术,去到AEC 那边 所以今天会讲一些 VR 的东西 或者是一些 Interactive Solution 的东西 这个遮住了,不能按厚一点 首先,What is Stingray? Stingray 是什么? 其实基本上,很多时间都知道有这个 Product 其实和 Max 有什么分别? 这些都不知道 我们会讲这些东西 是吗?原来是这样 不要紧,我们继续 接着,我会讲 Snapshot 的 Solutions 接着,每一个两分钟的 Stingray Workshop 我会在这里做一个两分钟的 Stingray Workshop 大家不会睡觉的,只有两分钟而已 接着,我会讲一些新的 features 现在我们 released了一个 1.6 接着,我会讲一讲 有什么 market 会用到这个 technology 如何用法 以及会有一些 哪里可以找到 Stingray 的 information 去学 去令到我自己处理,去做多些不同的 Solutions 接着,就是说 这个 Design in VR 的时候 其实是如何 我们整个 Overview 是如何将来用 VR 呢? 或者现在开始呢? 会这样说的 OK? 首先,我们是 Stingray OK? Stingray 是一个 Game Engine 是一个 Modern Game Engine 以及是一个 Design Virtualization 的工具 可以做什么呢? 可以做一些 3D Games 一些 Real-time 的 Design Virtualization 以及可以做一些 Stunning VR 的 Experience 我这个先走一点 OK? 好了,我们通常来说 Design Content 就是说 我们用了 Rift 用 Max 用 Maya 做完一些东西之后 我们可以用它 Rendering 用它 Rendering 或者Animation 做一个 Presentation 我们会用到 Photoshop After Effects Premia 去做更漂亮的颜色 去做一个 Presentation 那现在来说 我们有一个新的 VR 或者 Interactive 的Solution 会如何呢? 我们会是将它 变成一个整个 Family 因为它们是 Interconnected 那我们 Deploy 到不同的东西 就是 Deploy 到有 Windows 的 Program 有一个 Execute 去 Deploy 给你的客人 下到 iOS Android HTC Wive 或者 Oculus 都可以 Deploy 下去 那全部 Deploy 你做一个 Project 里面 其实所有 Deployment 一次过去 Output 你不需要担心 我要做这么多 version 那我们可以很多 output 那我们看看 如果我们用 VR 的时候 那个 Solution 其实是出来 有什么效果去玩到的呢? 我们先看看个例子 那这里呢 可以做到一些 Interactive 的东西 可以搬去 那这里有声音的 如果有声音 可以在电脑上大一点 那里面的声音 那里面的声音 那里面也不是很复杂 因为你批评了一些不同的 Setting 做一些有趣的东西 做一些有趣的东西 那里面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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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面是一个有趣的东西 如果你带着HTC-5,或者是一些不同的VR机器 你就可以即时看着里面,Immersively在里面玩 都是一些大眼里面的 以前来说这些可能是要写设计的东西 现在里面已经建立了全部桌上去用 也可以在一些建设计里面看整个街道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或者是这个是scale up 的,scale down 的东西 好了,我们看完这些例子后 我们看看industrial 这些application 例如一个plant 我们可以在这里里面是workthrough的 这是一个VR的设计 看了里面有一个不同的plant 我们带着Headman的设计的时候 就看回外面有什么 可以在整个plant 我们在整个plant 起之前可以virtualize到里面是什么样的 我们可以走到上面 这个是我们叫teleport的地方 那些地方已经是built in 我们的template在里面 是不需要做的 只要你import 3D model 进去stain ray里面 就可以用这个工具 就即时看了 不需要做任何operation 如果在一个AC industry里面 所有pike,duck里面的 有什么可以看到里面 如何走呢? 就可以用这个方法 去看回你们的plant 在prebuilt之前 在wirtualize 可以走来走去,去哪里看也可以 好了,另外一个就是factory 的production simulation 如果是有些 动动的机械 我们想里面看到的话 也可以用到stain ray 去apply在这个platform里面 那里面其实有很多data 你会看到在上面的data 有些移动 是什么样的 如何是一个wirtual 去做一些mechanics的东西 去做一个building 或者是做一些packs 将来你的厂里面 是如何做一个 好,hightlightwirtual的机器 放在哪里 人走去 会不会撞到 会不会有危险 亦都可以在safe里面 研究出来 右下角 你会看到 其实在这里 即时在看 如何是interactive 是在用这个 OK 做一些漂亮的东西 我们通常都会做一些rendering Rendering 通常我们会浪费很多时间 我们在stain ray 是real time 这是一个3D model 起来之后 放在这里 就即时是real time 看到的车是那个 如果做一些professional 的car shader 我们要叫key or close 这样做到很漂亮的效果 这个直接可以output 你会看到外面 Gt5 Gt6 都是这样做的 好 那我们先看完 这些in-door kitchen 其实可以做到什么效果 你会看到下面 都是real time effect 不需要 no need to render 你会看到很多景深效果 全部都是real time effect 在一个modern engine里面 可以做到一些效果 你会看到它的quality 原来是real time 可以做到这些效果 如果带上HTC VIVE的VR的时候 你就可以immersive在厨房里面 看到一个很真实的环境 你也可以在这里周围走 现在用了keyboard mouse 周围走来走去去看 你之前那些 你可以在match 或者在sting里面 设置animation path 自己走 就会出一条这样的东西 如果一般来说 这些rendering 我相信 每一张图 如果我用rendering 要15分钟 一张照片的话 那 这里可能大概一分钟 大概都要 几天时间才能够 好了,看完in-door 就看外面了 那 很难相信 原来有一些 这个terrain 我们不是看模特 而是看一些天空上面的东西 那些云 其实在stingray里面 是一个real time procedural 的云 那现在我们原来 在real time engine里面 可以做到这么快 做到一些procedural的云 通常我们architect 都很喜欢 例如日头 做一个rendering 晚上 黄昏 做一个rendering 就是看回lighting的效果 亦都可以用到这个技术去做 就算是我们做电影 做一些效果 都需要很多时间 才做一些cloud effect 有procedural的 那这里是一个real time engine 做到的事情 好,那 再有一些case study 看完之后 就是用一些scenes 就是来看看 这个 是一个3D max的file 一个3D scene 那我这样按这个键 会看回 这个是一个rendering 用Vray 去rendering 整个线用Vray 可以做 那 stingray 有个好处 就是说 我们刚刚刚1.6个version 就是说 它会support standard shader support fully support Vray shader 所以你其实 一些东西都不需要动 扔过去就可以 扔过去 做一个real time 这个rendering 大概rendering了20分钟左右 tending in this rendering for these images 但是呢 stingray 就是real time 那我用一个mouse 去动它 那 那 效果可以是 如果你用HTC file 可以在房间里走 其实我应该设定animation path 会漂亮一点的 不过我用mouse 去动它 就会看到它是interactive 那这些是 直接在real time 里面看到 不需要rendering一个效果 那 全部都是Vray shader Support by Stingray 那这个其实我没有什么特别摆过 是打灯的 那我们有些先会看下去 待会有case study 更加美一点 好了 Stingray VR workshop 好了,刚才说了 我们看了这么多好东西 其实我们VR 是否很难做呢 是怎么做呢? 我们有两分钟的workshop 给大家看一看 怎么做 那首先呢 我们先安装了 要stingray 打开一个stingray的application 那我们要做VR呢 首先呢 我们去template里面 就选回HTC 或者Oculus HTC的create project 给个名字 叫做VR workshop 那我们用回同一个directory 就会起一个同一个名字 让我们容易找一点 OK 接着就create project 那其实基本上呢 他刚才里面的功能 例如我们要teleport 这些功能 其实已经有了 我只要旁边有个Max 有个Maya 或者Rivet 扔个file过来 这里就可以开始做事了 OK 好了 假设呢 我就扔了个file过来 我想做一些interactive的东西 想用HT5的button 去trigger一些object 我就选了一个object 接着呢 我right click unit editor 这个unit editor 例如我想去 visible invisible 就按的时候 让它消失 或者是出来 做一个很简单的design option 那里面呢 我首先要选一个VR button 这个object呢 是会选一个visibility 的on off 那我们就把它放在这里 unit就是自己 那个cylinder visibility就是off 所以set to false 接着我pressed 一项的时候呢 就拿着它 按按键它就消失 接着再给其他一个 我release的时候呢 它就会true visible 就会拿进去 那么 其实差不多做完了 那我们再加了一个 project update 那个scene的level update 接着呢 做完之后呢 我们按哪个trigger 键 有第几个control set好之后save 好了 接着呢 我们就去这个 左手边有个 绿色的play的箭子 按一下 按一下 即时呢 就可以走到刚才我先 一个VR 按键 visible invisible 那我们看回 按一下 按一下 invisible visible 就是这样做完一个VR的interactive 多容易呢 两分钟教育 好 那我们见到这么多case study 原来不是很难学 那我们看看stingray有什么新功能 首先呢 就是说我们 better interoperation with max and mire 那我们现在呢 做到那个workflow 是因为我们的design process 整天在riffet max mire里面变来变去的 那我订过去呢 有个update 按就很方便 很方便很快的 那另外呢 就是呢 我们可以produce image sequence 去capture回 刚才那些片 其实我们是 去做了一个camera animation 接着呢 就是按一个键 就是payback的时候呢 他就会create一堆相片给我呢 就做到一个animation 就是capture回到real time 另外呢 就是说我们现在 是在1.6里面 是open sdk engine for plug-in 所以呢 在现在开始 有很多fair party的developer 就写了很多plug-in 给我们 在上面呢 就会慢慢慢慢呢 就变成了一个 好像3D max那样 你买了software之后呢 很多plug-in 就全世界是你的developer 去做了很多不同的function 那刚才呢 那个cloud呢 都是其中一样 那我们的light baking 就更改变了 其实就很简单的用法 还有将它那些 不同的occultion 或者那些 light baking 的textures 都会更漂亮 接着呢 我们的VR mode 也有一个mono 和stereo 可以选择的 OK 有support了这个 Oculus的template 最新touch version的template 那陆续续呢 我们很多不同的device 都会support的 那我们 一路会有alounce 有些再复杂一点的 procedural match 的modeling 是Lua里面的support 那我们看看 这个video 就讲回 其实解释里面 其实 AutoDesk Stingray 有什么东西 有什么是在里面 会有新 features 1.6 出品 AutoDesk 4 AutoDesk First up, the new Level Sync workflow in 3ds Max makes getting entire data sets from Max to Stingray much faster. With this new interop, send entire levels from 3ds Max to Stingray. Let the software automatically tag assets and export them all at once to Stingray, maintaining the layout from Max while saving each asset as a separate FBX file. The new Level Sync workflow includes full support for V-Ray materials. Stingray's visual capabilities continue to be improved. RMA materials use a single textures channel, allowing for ultra-realistic, physically-based shaders that require less texture memory. Light baking in Stingray has been improved significantly in both speed and quality, as well as automatically baking ambient occlusion into a light map's alpha channel. New options have been added to the shading environment to tweak and improve light bakes. Change screen space ambient occlusion between screen or world space. Screen space reflections have also been updated, providing better, more accurate reflections. Virtual reality output has been greatly enhanced by means of instanced stereo rendering, and all materials and post-effect shaders are now VR enabled. When playing a VR level, the output displayed on a monitor can be toggled between mono or stereo output. Finally, Oculus Touch now has full Flow Node support, making it easier than ever to prototype VR controls. The new Capture Frames tool allows OpenEXR renders to be created directly from the Stingray viewport and saved to disk. Plugin developers will find the new plugin API available for building tools and custom workflows for Stingray. The API means third-party developers no longer need source access to create plugins. The plugin manager allows for the download and installation of new plugins. We provided a few plugins for free, including a volumetric cloud plugin. Stingray 1.6 has a lot of other great new enhancements. Be sure to check out the release notes by going to Stingray's help menu, selecting Documentation, Then, clicking on release notes on the left-hand side. You can subscribe to Stingray on a monthly, yearly or monthly. See you in the next few features, we can see what can be deployed. For example, we can be able to do the interior, exterior, or VR experience. We can be able to do some training videos, product design, or other safety animations. We can be able to do some potential features. We can be able to use Stingray. We can be able to learn Stingray. We have a place called area.autodesk.com Or YouTube. Autodesk is ABIB Facebook. And in the official website, you can find a lot of learning videos. For example, area.autodesk.com There are all video documents and sample files. There are all features of each feature to teach you how to download and how to download. This can be able to learn Stingray. So, you can learn more about the future. OK. OK. That's right. We're talking about today's AIB conference. Carol and I will do a workshop. Autodesk 2017 BIM and VR workshop. With VR, workflow, live design, Stingray, etc. Then we're in 1月20日, next week, 5, It's in 2.5. And then the venue is in... Where is it? It's in Le Dundau, 585. And then we're with Velkin together. You can ask Le Dundau to attend this course. Then we'll do a training course for you. OK. Well, let's give you an overview. And to field-sense, for we who really love design. Design visualization is what we're trying to do. We're trying to figure out how Batman was designed. We're trying to figure out how to influence our design. We're trying to figure out this.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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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